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怪异 相依为命的孙子 为何前言不搭后语 亲如一家的侄子 又为何全身发抖 然后你住宿 有没有家一婆 所谓绑架 又是从何而来 这次叫人绑架 有十万万千 案情越发扑朔迷离 真相是否真的不可思议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火灾背后的重重谎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大力扛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要您收看传奇故事 说到火灾 我们一般联想到的 会是意外大意 或者是用火不当 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火灾 背后竟然充斥着 一重又一重的谎言 让人游坠迷雾 难辨真假 那究竟是怎样的真相 会需要如此多的谎言 去掩盖呢 我们来讲讲这件事吧 2020年6月19号上午11点多 有人报警说 陕西省西贤新区老城区的 一个城龙村的院落 发生火灾了 好在火势不算大 并且都集中在西北角的一间卧室 很快呢 消防人员就把所有的民火都扑灭了 可是扑灭之后所见到的情景 却令人十分难过 在这个房子的西北角 的一个卧室里面 卧室的中间 头向北 趴着一个老太太的尸体 经过街坊邻居的辨认 正是屋主李老太 看来得尽快查明老人的死因 这火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 是意外吗 侦察员们都很有经验 他们仔细勘查了一番之后 觉得这火起得有点不正常 在老太太的身子下面 见着一床被子 老太太爬的这个姿势 很怪异 看状态应该是被动的 怀疑是一起刹灵案件 不是一个活在现场 伪装的可能性大 有了初步的判断 警方就要继续分析了 整个家中门窗 都没有遭到破坏 室内的柜子 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应该不是入室盗窃 或抢劫引发的案件 这么一来 这情况就更怂人了 一般情况下 如果在杀人之后 有纵火焚烧失起的话 我们一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倾向于熟人作案 熟人 可是对于这个侦查方向 大家又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呢 大家听听李老太的这个情况 就明白了 李老太的儿子很早就过世了 儿媳也改嫁了 只有他跟二十多岁的 这个孙子邓亮住在一起 平时呢李老太就去食堂 干点宅菜之类的简单活 混个温饱 可以说李老太的这个交际圈 是小之又小的 除了几个亲戚和邻居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其他人 更不可能跟任何人存在恩怨 这么一位老太太 又怎么会有熟人 如此费尽心机的 要将他杀害呢 这说不通啊 话而言之 想要破案 从人际关系上是不可能有线索可循的 于是警察呢 就将重点放在了现场 如果真的是有人纵火 会不会留下什么关键的物账 还真别说 当侦察员拿着 勘验专用的这个勘察灯 从房间来到客厅 他们震惊了 当时我们在勘察现场的过程中 就发现在这儿 有大量的喷剑血迹 然后在其他地方也发现有大量的血迹 这就太可怕了 这些血是谁的呀 会是李老太太吗 就在这个所有人都感到极为疑惑的当口 有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 谁呢 就是这位老人的孙子邓亮 刚才我们说了 老太太是跟孙子住在一起的 可是这个时候呢 邓亮呢 却匆匆忙忙的从外头跑回来了 他还去哪了呢 邓亮说呢 头天晚上他一直在外头跟朋友喝酒 凌晨的时候才回了家 酒喝的不少 所以邓亮说回家之后自己就倒头睡了 今天一大早他又出门了 对于奶奶遇害还有家中起火的事 他是一概不知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邓亮早上出门之后才发生的 可是很快呢 法医那边给出了消息 却让邓亮的这番话显得格外的蹊跷 怎么了呢 法医初步推断 李老太根本就不是今天早上出事了 真正的死亡时间是前一天的晚上 这么一算 也就是说李老太遇害的时候 邓亮应该在家里头 可是他竟然说对一切毫不知情 难不成是酒喝的太多了 可是很快呢 警方竟然发现了第二个更为蹊跷的情况 在对这个现场勘察的同时 发现这个邓亮 头上有伤 手的外侧 也有伤 邓亮居然受伤了 而且还伤得不轻 问题原因呢 邓亮说呀 那是因为我一大早的时候 骑这个电动车 太不小心了 邓亮骑车摔跤 这其实不奇怪 谁还没个意外呢 所以蹊跷的是 接下来的外围走法的警察 查到的一个情况 警方找到了这么个人 也就是这位邓超 他是李老太的侄子 邓亮的唐叔 他们家跟李老太家 在同一条巷子里 早上出事的时候 他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 而对于邓亮受伤一事 邓超是这么说的 听听这话 邓超竟然说当天早上 其实是他带着邓亮 一块出门的 一不小心摔跤了 邓亮这才受得伤 这不就跟邓亮说的 竟然不同了吗 你说蹊跷不蹊跷 这什么情况 难不成这小伙子 他真是有问题 但他可是亲孙子 而且按理说 他完全没有作案动机 查到这一步 警察更加谨慎了 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突破口 他们反复分析和观察 结果在李老太的侄子邓超这 又发现问题了 我当时第一反应 那就是花刀了 他头既然都来了 你身上能没有一大擦伤 没有一大头 什么都没有 灰也没有 而接下来邓超是越说越慌 前前后后 整个那些话 都有点圆不住了 一旦你说这话 你能不能过去 那两个都没有啥 那怎么你本就好 那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去哪位你不知道 江湖你不知道 更为夸张的是 到了这个时候 邓超整个人的状态 您猜怎么着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一幕 请注意邓超的腿 那是控制不住的剧烈抖动 人说做贼心虚 这是不是说明 邓超其实隐瞒了实情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到底是邓超一个人在撒谎 还是他跟邓亮共同在撒谎 大家别急 案情很快又有了新进展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有两条关键的线索同时出现了 我们一条一条的说 先说第一条 事发之后 李老太的各个亲戚也陆续来到了现场 其中有一位是李老太的弟弟 就是这位 第一条线索就是来自于他 他告诉警察 他儿子 也就是李老太的外甥 在昨天晚上11点多钟 其实接到了李老太的一个电话 那个内容非同寻常 可惜的是当时在电话里头 李老太有点语言不详 这外甥也实在没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 于是只好嘱咐李老太赶紧报警 之后的电话就断了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个线索 邓亮被绑架 可是之前警方向邓亮进行询问的时候 他可是丝毫都没提过这事 到底有没有这情况呢 为了查实 警方又特意调取了李老太手机的这个通话记录 结果您猜怎么着 在李老太跟外甥打电话之前 只接过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呀 来电的不是别人 竟然正是邓亮自己的手机 不可思议吧 好 说完这条线索 再来讲第二条 这条嘛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 还记得警察在客厅及屋外头 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吗 血迹检测报告终于出来了 谁的血呀 竟然是邓亮的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邓亮的伤根本就是在家里受的 更说明邓亮之前向警察撒了谎 哪有什么骑车摔跤啊 全都是谎言 当然了 侄子邓超也参与了这个撒谎 好 说到这儿呢 我们有必要再次暂停一下 因为伴随着重重线索 重重谎言 这个案件显得格外的扑速迷离 李老太被人所害 他的孙子侄子竟然连手撒谎 而且屋里头还出现了大量孙子 邓亮的血迹 更让人不解的是 李老太还向亲戚求助了 说邓亮被绑架了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真相 才能够把这么多离奇的情况 串联呈现呢 说实在的 警方也感到有些苦恼 他们也是反复推演和分析 当然了 更重要的是详细的调查 结果他们调查到 邓亮的情况还真是有点特殊 他几个月前才刚服完行 回来以后一直没有顾着到工作 什么工作都没有 整天在外面吃饭喝酒 跟一些不散不死的人在一起 所以说我当时第一反应 还是他孙子有可能嫌疑比较大 综合所有情况 最后警察认为 从逻辑上看 似乎最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是邓亮打电话 向奶奶撒谎 说自己招人绑架了 然后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原因 他的谎言被奶奶揭穿了 于是与奶奶的家里头发生了争执 邓亮受了伤 于是他一怒之下 酿成了最为可怕的后果 而他的唐叔邓超呢 警方也查了 虽然他跟邓亮差着辈分 可是俩人的年纪却差不多 住得又近 成人里也是混在一起 他有可能是参与者 也有可能是知情者 所以才吓得直打斗 太可怕了 这简直就突破了人性的最底线 不过话也不能说太早 因为以上只是基于这个现有的线索 得出的猜测 要想证实 那得靠证据 更要经得起反证 而就在这个反证的过程当中 警察惊奇的发现 他们竟然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不合理的地方 那就是如果真是邓亮和奶奶起了争执 以邓亮那大高个 李老太怎么可能伤得了他呢 而且从他的伤情来看 主要伤在头部 也不像是争执产生的 反而像是被人突然袭击了 这么看来呢 警方的想法又要被推翻了 可如果不是这样 这一切又该怎么解释的同 邓亮和邓超明显的谎言 屋内的大量血迹 邓亮被绑架的消息 以及最后李老太的遇害 这一切的谜底到底是什么呢 牛奶加花生大力康小恶 一路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原本警方已经从逻辑上推导出了最大的可能 但是一个细节 却让这一切又变得说不通了 看来还需要更多的线索 由于明知邓亮和邓超在说谎 而且邓超的心态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所以警方决定继续询问邓超 希望他能够吐入实情 问着问着嘛 果然对于邓亮头上的伤的这个成因 邓超改口了 邓超这个话嘛 真可谓是瞬息万变 竟然从骑车摔跤 突然就变成了他打了邓亮 可是他打邓亮的理由呢 一说这个嘛 邓超竟然又支支吾吾了 可奇怪的是 另一边一直在询问邓亮的侦察员 传来消息 邓亮竟然也承认 确实是邓超把他给打伤了 他躺在沙发上 睡觉的时候 他说拿先去先拍他 拍了他几下 他头上拍出血了 然后就是他第三下拍的时候 他用手荡了一下 然后他又手腕形成伤了 不得不说这下整个案情就显得迷离难解了 因为如果邓超打邓亮这件事是真的 那么这两个人一开始就双双说谎了 邓超是打人者 撒谎嘛也就算说得过去 可是邓亮这受伤的人为何也帮着隐瞒呢 这合理吗 那层层的谎言背后又究竟包裹着什么呀 李老太究竟是谁害的呀 眼看邓超和邓亮这边已经问不出什么了 警方调换思路 直接取证 首先就是道路视频 视频显示 案发头天晚上八点多 邓超和邓亮一块儿骑电动车 从他们家那条巷子出来 然后两个人到了县城广场附近的一家饭馆一起吃饭 直到晚上十一点左右 邓超又突然一个人骑电动车走了 而这个邓亮呢 则继续留在饭馆 那邓超是要去哪啊 只见他进了他们家所在的那条巷子 值得注意的是 邓超回来的那段时间 都都有将近两个小时 并且这个时间段 与李老太死亡的时间也是同合的 这还只是其一 其二 警方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其实在一个小角落里 发现了个酒瓶子 要知道那酒可是有助燃作用的 所以警方一直都在走访调查 看近期有谁买过这种酒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几天之后 警察还真就查着了 邓超在一个小卖部 进去我买过同样的酒 一来是反复无穷的谎言 二来是完全相符的作案时间 三是现场的白酒 无一不说明 侄子邓超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面对警方重重的证调 邓超的这个重重谎言 终于落下了帷幕 要坦白 确实是他杀害了李老太 听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十分疑惑了 之前种种迹象 不是都把嫌疑指向了孙子邓亮吗 侄子邓超似乎只是参与者 怎么反过来 邓超才是真凶啊 可是这么一来 孙子邓亮在这其中 又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要知道 他也从头到尾一直在撒谎 如果他根本没有参加这一切 他撒谎干嘛呢 还有 关于邓亮被绑架这事 又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大家别急 随着邓超的交代 一切真相缓缓浮出水面 但是这份真相就显得格外的去折和复杂 我们把这时间推回到这个案发前一晚 邓超承认 当天晚上他是故意邀邓亮出去喝酒的 喝到一半 他就跟邓亮说要回家拿钱 可是手机坏了 一听这话呢 邓亮也很豪爽 立刻就把手机借给了邓超 就这样 邓超拿到了邓亮的手机 等到了半路 他掏出手机 拿邓亮的手机给李老太打了个电话 告诉李老太邓亮被绑架了 得准备十万赎金 感觉是这样 难怪李老太说邓亮被绑架了 而警方又查到李老太接到的是邓亮的电话 原来全是邓超一手策划的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只是要钱 邓超又为何要残害李老太的性命 邓超说呀 打完电话 他就直接来到了李老太家 进去的时候 这个死者李某 当时就在客厅里面 正数钱着呢 他一看 人家有钱来 就要求人家把钱借给他 借给他的过程中 人家当时这个死者拒绝了 到底是抢钱还是借钱 现在除了邓超 已经没有其他人知道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正是因为这笔钱 邓超才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好 邓超的作案过程清楚了 可是邓亮的商业是怎么回事呢 后续邓超的交代 只能说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 做完之后呢 邓超把李老太转移到了偏僻的房间 并且用棉被进行了遮挡 然后若无其事的回饭馆 接了邓亮 还把邓亮送回了家 邓亮呢 兴许是真是喝多了 回家之后 既然对一切都没感觉 他就直接呼呼大睡了 在那房间里边 这个邓超一直没有离开 一直等到这个邓亮睡着以后 他然后一个人独自离开了 离开之后邓超回家了 可是他的心呢 却还在李老太家 他害怕邓亮发现这一切 可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他辗转反侧 忐忑不安 于是天一亮 他又来到了李老太的家里头 结果他发现邓亮睡的 那叫一个尘呢 他长得那个 被他打死的 他那个大妈的尸体 还在那没渡 他怕邓亮起来以后 发现他大妈被打死 害怕 那怎么解决呢 已经突破了人性底线的 邓超再度生出了一个极端邪恶的念头 他就有故意拿这个仙 击打这个邓亮的头部 想也把他杀掉 两个人一块杀掉 多么可怕的一个人呢 但是好在邓亮没有睡得太沉 很快就醒过来了 并且质问邓超为何打自己 眼看邓亮醒了 邓超也不敢再乱动了 他眼中的一转脱口而出了另一套谎言 他说他是看邓亮不正业 自己身为唐叔 得教育教训他 没错 还真就是邓超把邓亮给打了 那邓亮为什么一开始不把真相告诉给警察呢 只能说邓超实在太狡猾了 又或者说邓亮实在是太单纯 面对邓超那匪夷所思的说辞 邓亮竟然全都信了 然后邓超又提出 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我打了你 如果有人问 就说骑电子车摔的 对此呢邓亮竟然再度同意了 并且一眼都没看向奶奶 李老太妃藏进的房间 而是在邓超的催促之下 赶紧的去医院了 原来如此 难怪案发之后 邓亮匆匆的从外头回来 还向警察撒谎 感觉是受了邓超的蒙蔽 而邓超眼看着邓亮被自个儿支走了 就赶紧开始了他的罪恶计划 汇尸灭迹 到这个超市买了两瓶白酒 一个人蜡烛 可以说邓超是费劲心机 绞尽脑汁 为的不过就是想靠拙劣的谎言 推脱罪责 可惜啊 凡是谎言嘛 就一定有漏洞 但凡犯了罪 就不可能完美撤退 这邓超注定藏物可藏 案情总算是水落石出了 但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邓超为什么要如此残忍的 去伤害一位自家的长辈 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警发的调查结果 十分令人唏嘘 人家当时分级给他贷款来 但是他给人家还不上 借着他的朋友钱 才帮忙把花贝还上 但是他朋友也借花贝的钱 据说是也快到期了 就催着他要钱 他就在这想 有什么办法才能借到钱 说到底 就是邓超长期没有正当收入 多次借贷 结果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这才不顾伦理 不顾亲情 听而走显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彻底的扭曲了 这就没有亲情了 只看都是钱 2020年12月18号 邓超被陕西省 显然市中年民法院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层层谎言之下 这个迷宫一般的案件 终于走到了终点 可是终点的这个答案 却让人觉得很不好受 或许最初的邓超 也不是个穷凶极恶之徒 更有可能在他自己看来 不过是稍微有点游手好闲 稍微借点钱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人们总是容易忽视一点 那就是大错往往是有小错日积 越来而成的 当一个人习惯犯错之后 错误就像滚雪球一般 越滚越大 最终可能就像邓超这样 彻底失控 害人汗喜 当然了 邓超是个个案 但也不妨引以为戒 尽量保持生活的每一步 都在正轨之上 别让人生的这个列车 都差了道 牛奶家花生 大力康小鹅 银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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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